好,咱们聊聊公孙盛 平了更厉害,拿捏到位 好,咱们开始聊这个公孙盛 这个公孙盛就像有一个公司 有这么一个人,拔酱油的 也不知道他干了啥 总之他当个副总裁 完了之后他又走了 完了又回来了,又走了 一到有事的时候他就跑了 一到风鸣烂静他就回来了 完了之后他这个副总裁为啥不能动 然后这公司一直在扩招 这公司一直在壮大 不停的更厉害的人进来 但是都没人能动这个副总裁 公孙盛,大家不觉得奇怪吗 为什么你在公司里面 总是感觉位置不稳呢 总感觉有人要把你挤掉 总感觉积极可危 公孙盛为什么那么牢固呢 有人说公孙盛会法术 这个不全对啊 会法术的人很多 就是水谱108家里面 会法术的很多 所以我今天就给大家讲一讲 公孙盛这个人呢 他自己是应该是 记者委 实际上就是北京那一块的 北京人,真正的北京人 在家里开放老大 叫人称公孙大郎 这个水谱里面啊 反正叫大郎的都不好 吴大郎 反正是大郎的都不打定 中间也是大郎 所以长得又矮又粗 吴大郎,三尊丁,古树皮 这个公孙盛啊 他也是大郎 大郎,公孙盛个儿长得还可以 挺高的 8尺吧 这1米1米8左右 1米7,1米8的 1米8吧 但是公孙盛长得起丑 应该挺丑的 关键还是笨的 这人不打力 二二乎乎的 叫大郎嘛 你看一般的 突然说大郎呢 老二老三就厉害 一般的啊 大郎 他就练了点法术 去跟着那个罗真人呢 练了点法术 练法术就练法术嘛 他第一次出产是在潮盖 潮盖啊 都是跟渡用啊 还有阮氏三兄弟 还有刘唐 他们六个人 就在那商量嘛 在潮盖庄上 商量爷爷爷真正张的事情 这个时候 公孙盛出现了 他在潮盖庄上 他就点名刀行 建潮盖 潮盖的那些管家啊 就把公孙盛当作一个普通的 化员的道士 给他迷人 让他走人 对吧 公孙盛不干 说我要建潮保镇 这个 这个管家没办法 就找这个潮盖 潮盖当时正在跟渡用 他们在喝酒 就不耐烦 说这个 这人来肯定是要钱的 要两人是化员的 你给他钱 把他打发走就完了 这么小的事都办不好 管家很委屈 管家说不是 这人就要建 给他的东西不要 不要再多给点 对吧 不要来找 这个潮盖不愿意建 后来这个管家 又跑出去了 结果那个 公孙盛呢 就打进来了 你知道吧 就把潮盖装上 那一装刻 撂翻了十几个 这个潮盖一看 动静大了 跑出去了 结果潮盖就问他 你找谁啊 他说我找潮保镇 那为什么找潮保镇 他说潮保镇是江湖好汉 远近闻民 所以我要找他 那个潮盖就说 我就是 然后就问他 你找我干啥 那个 公孙盛就说 我有一套富贵送给你 一套富贵 就说 这个 十万 十万 这个十万万钱送给你 你觉得怎么样 你说这人吹牛 吹牛可以啊 你不 你几多是个线索嘛 有个情报而已 他说他有十万万钱 送给潮盖 潮盖他人家傻 就笑了你知道吧 你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消息 实际上已经布置起来 刘唐已经告诉他了 潮盖说 是不是那孙盛干 结果那公孙盛 所以这人是二呢 你知道吧 这人二呼呼的呢 在这 你怎么知道呢 潮盖心想 我看 说孙盛干 那你什么意思啊 公孙盛啊 他还卖官司 行吧 那就带他到一个 天壁的一个茶室里面 边喝边聊 是吧 其他喝茶 那就让他赶紧说完 赶紧走人 对不对 你到底想干啥 结果那公孙盛就说了 他说 十万神针钢 这个是不义制裁啊 咱们不拿不拿啊 对不对 就劝潮盖 潮盖说 那晚上一聊这个时候 公孙盛啊 口肉喧喉 在那劝潮盖 其实潮盖早就想结了 他已经跟他 不用那么删过了嘛 这人杀一个公孙盛出来 结果突然呢 这无用跳出来 从那个房间外面进来 一把抓住那个公孙盛 把他领子一揪住 说好 算啊 咱们但有这个王法 但有天理 见识有王法 你居然干这种勾当 抢劫 该当何罪啊 我全听见了 当时把那个公孙盛 吓得脸发白 当时就吓傻了 公孙盛就这点胆 你知道吗 那个无用把他脖子一疯 就说 你居然干这事 我都听见了 公孙盛吓傻了 然后潮盖就笑了 别闹了 这是我哥们 咱们都是商量结神仙家的事 这公孙盛才 公孙盛才耐啥呢 才猜 大方尿胡诗又失了 大方尿胡诗 你这样人走江湖 你不是瞎胡闹吗 他没什么本事呢 一下子就这样 你把他跟武松比一下 那根本没法比 武松你说你能下屋就是他吗 你炸他行吗 不肯定的 公孙盛就这点水平 吓尿了 你听说 这是自己人 好感觉介绍 这是那个 是我们这四叔先生 让那个公孙盛就说 原来是举我仰大名 远近无名的家亮先生 制作心家亮 早有耳闻 早有耳闻 就开始 这时候公孙盛出产就这么出人 公孙盛出产就丢人 就被吴佣给耍了一下 就是我开个玩笑 开不起 所以公孙盛就对吴佣是恨之入骨 他俩人之间的小梁子就接下来 你不是让我丢人吗 对不对 这玩笑能开吗 新当命差点都下出来 就这点党 还好他会点法术 要不然怎么混 好了 就开始 那朝盖就安排任务 刚好 你们俩人都带来线索 孙盛刚 但是都没有日期 没有路线 哪天走什么路线过了 详细星期没有 只有十万这个数字 两日 这个朝盖就说 让刘潭再走一趟 你再打听一下 把这情报搞准 到底是 从哪走 右线 时间地点 那一回 郭敬盛又贵而来 郭敬盛说了 不用去了 我已经知道了 黄泥港 你看 这郭敬盛 唯一的他在立功 他知道从黄泥港走 就这么一个事 没了 后面就跟他没关系了 没有任何关系 再后来等到官军 追捕朝盖他们 不是东方事发吗 核观察 不是带着兵去 追朝盖他们 追到那个石阶村 二元元五他们家 在那儿 郭敬盛又立功了 他在那儿 专身弄鬼 这种法术 这本来的地方 就是叫核叉 独尾荡 是吧 湿地 我告诉你吧 就石阶村 说完了就是一个湿地 湿地公园 那地方 你说水深吧 也不深 说浅吧 也不浅 那种 官军去了之后 地形不熟 所以那小船 大船 动不动就搁浅了 家人人尸三公尼 在水底下乱整 那官兵就掉水去了 掉水里面 本来就掉水的人紧张 说你爸他地不熟 郭敬盛在那儿 专身弄鬼 专身拿个宝剑子 他主要是 郭敬盛法术 大家知道吧 法术不能直接杀人 他是 所辅助进攻 他说辅助进攻 主要是吓唬那兵 当官的 郭敬盛什么事 上台上都是 无用在挑拨林冲 火并王伦 这个 郭敬盛没说话 他就说了一句话 林冲要杀王伦那时候 郭敬盛说了 千万不要沾了和气 这是意思吧 和平就没话了 林冲就安排作刺嘛 杀了王伦 林冲安排作刺 先说让朝盖做老大 不是无用让这个林冲做老大 林冲说不行 我不做老大 我杀这个王伦呢 纯粹是因为 王伦这个人心胸加斩 我不是为了 为让朝盖做老大 朝盖死过不干 那不行 林冲必须让朝盖做 朝盖做老大 这个让无用做老二 做军师 无用不干 结果林冲啊 眼睛一瞪 把那个王伦的脑袋 起来换一换 无用一看 实际上他想做老二的 他只是客气一下 客气一下 无用绝对是 他这么 就要做军师啊 所以他假装是什么 不愿意 但是这么一看 是你逼我做的 对不对 那我就做吧 安排第三个教育 就是副总裁 郭敬盛 这时候出事了 林冲让郭敬 你来做这个副总裁 无用是常务副总裁 郭敬盛是副总裁 郭敬盛没说话呢 郭敬盛本来应该客气一下 是何德何能 对不对 结果郭敬盛还没说话 朝盖跳出来说话 坚决不行 林冲啊 又开始讲道理 不行 再让这个郭敬盛做老三 常务做副总裁 但是这个朝盖说 坚决不行 你要让他做副总裁 那我 我总裁我也不干了 这个郭敬盛一看 这怎么这是咋回事啊 他也说我何德何能啊 我就会点法术 我就会打一打官兵啊 我也没什么其他本事 让我做总裁 是不是太爱了 结果林冲说不行 接着你做 朝盖不同意 朝盖本意 恐怕就是让林冲做老三 这前三名都是咱们人 总裁 执行总裁 副总裁 都是咱们人 那不合适人家吧 林冲杀了王伦啊 所以说他觉得 让林冲做老三 林冲不干 但是朝盖 把郭敬盛得罪了 无用也把郭敬盛得罪了 无用也让林冲做老三 你这个时候 郭敬盛他怎么想 或者到我这 你们就 你们俩都不同意 让林冲做老三 我做老几啊 是不是 为什么 为什么无用这 不让林冲做老二呢 或者到我这 你们就强烈反对 这个郭敬盛啊 自己不做 让林冲做 和朝盖和无用 坚决让林冲做老三 这是俩概念 对不对 你要你是 郭敬盛 你会怎么想 你肯定说 记恨这个 无用跟那个朝盖 他恨无用啊 因为无用 你出产无用就耍他了 把他吓他吓出来 对不对 吓吓了嘛 这回你看 他做老三好吗 你们在这 横挑鼻子出挑眼的 在这阻挠 什么意思嘛 这郭敬盛心里很不舒服 不舒服 这个后面就没有了 后面一直到什么时候 郭敬盛就跳出来 郭敬盛后面就没有 没有他出产 一直到什么时候呢 到郭敬盛 在江州 被人救了之后 救发产嘛 救了之后 宋家不帮他 荒米上嘛 杀热的 也上凉上了嘛 陆盛收了这个欧鹏啊 什么浩东旺嘛 反正收了呢 一个奖金 对 在陆盛收了三个人 这是宋家安排的啊 收了完了之后 上了凉山 宋家这个人贼 你知道吗 在上凉山之后 他就发现 他像做老大的 你知道吗 但是他也不能直接做老大 完了之后呢 但是目前凉山的实力对比啊 虽然宋家 网络了好多人上凉山 他已经在那个 冰阳江的 江州庙里面 他已经小聚意了 搞了十几个人了 身事很大 挑战了一架曹盖 曹盖没脾气 上了凉山之后 曹盖让他做老大 他不做 让曹盖做老大 因为为什么 他说曹盖年纪大 不是曹盖能力强啊 是曹盖年纪大 所以你应该做老大 后来宋家一看 估计还是人不够 所以他 他说他要回家 把他爸 把他弟弟接上去 后来 为什么说曹盖 是宋家是 他下山 接他爸是假 想当老大是真 他下山安排去了 这是他跟吴庸良 耍了一抹诡计 他不是接他爸吗 没接着吗 不是被赵能 维护他吗 后来他不就 跑到一个庙里面吗 梦见那个叫 九天圈女 给他三本冰书 晚上给他喝了三杯酒 手里面捏了三个澡盆 那个书 九天圈女说了 这个书 只能你跟天机心看 你说哪有什么事 只能他跟天机心看 这个很显然 就是宋家 跟吴庸良的人 和骗局啊 那时候曹盖是老大 或者宋家 拿了一本天书 给老大 他跟吴庸良看 这很显然嘛 所以你下山啊 回来一宣布之后 这个事情 你谁都能骗 梁山好汉 那个人 都是头脑比较简单的 但是公孙胜 你骗不了啊 人家是学道的 九天圈女 那是道家的 主要的一个人物 对不对 一个神 会兵法 是不是 那你解释权 这还是一个道家的道长 对不对 一亲先生 学道的 你这解释权 不给人公孙胜管吗 你得不问一下公孙胜 人家是专家嘛 对不对 公孙胜说 这个没有九天圈女 九天圈女 他也不会功夫啊 也不会兵书啊 不会这个打仗兵法 那你说宋江不是白忙了吗 对不对 宋江跟吴永远 整的这一出 那公孙胜到处胡说八道 对不对 说你这那玩意 不可信吗 这是个梦 不是真的 那你说宋江 怎么跟吴永远整的 所以啊 大家都是聪明人 所以当务之急 是把公孙胜的嘴个堵上 就是这样的 对宋江和吴永远说 要巩固自己的地位 要挑战这个朝盖 把朝盖给搞下去 当务之急是要 让大家信 宋江得的这个位置 是正的 是有上天 九天选举中他了 他都不用了 那这一套 必须让人信的话 最好有公孙胜背书啊 有公孙胜如果是 确实有这事啊 那你说说 不由的你们不信 所以他们之间的交易就达成了 达成什么交易呢 公孙胜的副总裁位置问了 让公孙胜自己招兵买网 你在梁山要靠实力的 不是靠人 梁山派系都要靠实力的 要么自己功夫力 要么你后面有一批人 是你的人 否则的话 你在梁山说话 一点都不好使 没有用 就是说朝盖让你当老三 你就是老三 也不是林冲让你当老三 你就是老三 为什么呢 拼的是实力 如果林冲让你当老三 那林冲可以让你当 让你去死 对不对 让你当老母 他可以帮你免了 是这意思吧 大家靠实力说话 所以说中江和无用呢 那就跟公孙胜胜啊 达成一致 你可以招兵买马去 对不对 你壮大你的人呢 你老三这个位置坐得稳的 好了 公孙胜就找个借口 说我要回家 我看我妈 要回家看妈妈 你说气什么 对不对 他出来做土匪 他说他回家看妈妈 他说他好久没见了 你哪有这样的土匪 是不是 他回家看妈妈 一走 他跟朝盖说了 他说我请假就请 三个月 回去看看进来 朝盖还跟他玩 朝盖这人头脑简单嘛 他跟他搞得清 这是 他说给你一百天假 一百天都不够 看金假一百天 你一百天之后回来消假 公孙胜说够好了 下山的时候 那个朝盖还给他 好像是一两黄金 就是朝盖对公孙胜还是不错的 就不要 公孙胜说我不要那么多 后来朝盖死 我给了他一半 二十五两黄金拿走了 这个公孙胜拿着钱干什么去了 下山就买人去了 下山啊 他就网络人去了 一路上 他网络的人都是幼州的 就是河北 就北京那一块的 后来过了一百天的时候 宋家说 我想带宗兄弟了 这个时候还没回来消假 咱们派别人去看了嘛 对吧 我想他了 你看看 他都安排好的 派车去呢 让戴宗去 去北京 去那一带 幼州 把公孙胜给找回来 好戴宗就去了嘛 结果一路上 戴宗第一个碰见的是 叫杨林啊 杨林叫什么 是警报子 叫什么 杨林啊 这不就是安排好的吗 戴宗在路上跑 不是会的什么 日行千里吗 假吗 对吧 你做法 日行千里 结果在路上过 他速度比那么 比汽车至少 跑一百公里吧 差不多吧 现在速度吧 揍从这路上就过来 居然还能被杨林认出来 杨林说 神经代宝 太宗 太宗一提我 他有人叫我 赶紧刹车 你知道吧 一刹车 你说你是谁 他说 哎呀 他说我叫什么 戴宗你怎么认识我 他说我听说 梁上有个好汉 叫神经代宝 戴宗日行 什么签 这个戴宗就问了 谁说的 他说一个公孙胜 你看看 这不就是公孙胜找好的吗 说对吧 你在等着 那肯定有人来找我 跑到最快的 仔细一点 跑到最快 肯定是戴宗 你把它叫出去完了 杨林就要加入 就要到梁上入府 那戴宗就 好 这个是 而且公孙胜还写了一份推荐信 给杨林 让杨林拿着 这是第一个人 第二个杨林 完了之后杨林就说了 那还几个兄弟呢 在什么山 反正你都忘了 在什么山 黑轩 叫铁面恐怖 黑轩 还有叫什么 火眼什么索尼 邓飞 还有叫什么 还有还有那玩意 叫孟康 日翻过孟康 这是修船的 我还有几个兄弟 我认识 我带你去认识 那山上还要两百号人 三百号人 一个小山头啊 土腿窝子 戴宗去了 人家也要加入联山 你看看 这都是公孙胜的人 公孙胜介绍的 介绍他们上联山 公孙胜为啥干这事 就是给自己招兵买网 就是他自己人 这也是他一票人物 人上了联山 但是公孙胜这次 戴宗没找着 没有找到他 实际上戴宗这次来 并不是真的是找公孙胜 而是来接收公孙胜推荐的人 他是跟人家和不用 他们达成一致的 所以公孙胜自己不上山 因为他气还没引够 知道吧 他先把人送上去 好 这个一共是四个头目 加上三百多小喽啰 关键还有十几单财物 车子 推着的 金珠宝啊 上了联山 你看看 这都是公孙胜 代资入股 人也有 钱也有 这是副宗来 这不会是粉了吗 还有啊 中间打那个高汤舟的时候 不是遇见高连吗 高连不是会法术吗 宋家打不过 打不过这时候想起来 公孙胜了 赶紧把公孙胜请来 要不然打不过这个高连了 好了 又让戴宗去找 这回戴宗带着谁呢 带着李慧 为什么带李慧呢 按道理的时候 戴宗去找这个公孙胜去玩了 那你带个李慧干啥呢 对不对 这人人城市不足 拜事有余 就是粗鲁嘛 对吧 这人就知道杀人 实际上是有深意的 这都是宋家 无用他们安排 带着李慧去 李慧到了罗正人那儿 在他们找到罗正人呢 到罗正人那儿 实际上是 罗正人啊 给李慧拿拿笼 就露两手给你看看 先把他们吓唬 震一阵凉山的这些好汉 所以李慧不是最厉害吗 杀人不眨眼吗 所以罗正人把李慧 刷着对不对 把他拦在什么黄金历史 把他拎起来 扔到什么 正好人家那支府 他们在喝酒 结果扔在人家喝酒院子里 那小兵上来把他逮了 逮了这个 李慧就说我是罗正人的弟子 那个支府说了 怎么罗正人的弟子 我是读书人 根本就不信念一套 我知道这玩意 你们会妖术怕什么呢 怕狗血 怕大粪 所以安排人呢 给李慧狗血和大粪 大粪安排上 所以李慧一生的狗血和大粪 只好招了 说个故事 完了李慧反正受尽折磨 捉弄 服了之后 罗正人把他再弄回去 罗正人说了 跟戴宗说啊 我这个土地啊 他也是 善天一个心 善天的一个心魁 他的任务没完成 所以我放他下山 辅佐宋江 要吧 你想想 为什么这么安排呢 公僧任为什么这么安排 宋江和无用 说白了就是 就要让这个李慧知道知道 他师父的厉害 完了这个李慧一回来 一说 梁山这人不都怕了吗 都得怕 公僧任可是有靠山的啊 对不对 他师父很厉害的 神仙呢 而且公僧任说了 我师父像这样的环金历史 有一千多名 那你说 你还让这好汉 哪个不怕呢 这人有后台 完了这人还立个公屋 这人还有人 他带着人上山 谁敢动呢 没人敢动呢 我这人给他几句话 什么 逢忧而止 欲变而还 好 让公僧任啊 就下张 公僧任去了 跟那个高连斗法 把高连打败 整个的说服里面啊 公僧任没有什么战绩 就跟高连 还后面争疗的时候 搞了点法术 那个法术 其实上可有口 没有也可以 有嘛也行 就说了吗 法术是助攻嘛 他杀不了人 他只能起到扰乱心智 让那些当兵的害怕 恐怖 非杀祖石 无非是七战战 让你看不见 就这件事啊 就跟现在打仗电子平地啊 电子干扰之类的 他不能直接杀人 他是辅助进攻的 他整个的公僧任啊 没有离太大的功 好了 那宋江为什么要 对公僧任不敢动呢 因为宋江后面一切 都需要宋僧任 给他背书 公僧任对自己包装的很好 他师父是罗真人 是活神仙 所以宋江后面什么 那个石碑上面有 三十六天干 七十二地煞 那个名字 可是柯乐文是 宋章奉隽啊什么 反正总是那幅字 你不认识 但是有 这有那个 有一个和善 他们家 有祖床呢 有这种密码 参议的 你这个字 他念出来了 天窥心 胡宝义宋江 你看 就宋江安排头领的时候 做事 他没有办法安排 都不服 不服怎么办呢 他就借这个九天选举 命中助力 天意啊 这么安排 你看 石碑上都刻了嘛 所以那个有一天呢 宋江 给淘盖做什么螺天大交啊 也请了这个道士啊 水落道士喊 在那做法 超度淘盖的时候 突然来个火球吗 你滚滚到地里面 开始挖 在地里挖 挖个石碑出来 这么大一个石碑 抱着 上面都是字 这边是七天行道 这边是什么 正好当时有个和善 说他家有本书 能翻译这个刻的文 写这个字啊 你说这一套 我不清楚 反正公司任 你得把它嘴个堵上 你不堵上 那公司任说 这玩意假的 你看魔术 这是魔术 对吧 我表演给你看看啊 是不是 什么火啊 那你被公司任捕捉了怎么办呢 对不对 所以公司任 你得怎么着 你得安排吧 是吧 所以公司任 还第四 这还没完啊 在打三杉拘役之后啊 史静啊 为了立功嘛 当时徐州有一个叫混世魔王 叫樊瑞啊 带了几个人嘛 有什么巴比哪吒呀 还有什么 反正呢 有三四个人嘛 他有两千多人 他要打两杉 这个凡瑞就会法术 很厉害的 史静呢 刚被中江救了嘛 那个邵华山 没有这么攻啊 所以他就说 那我就把 在这这个邵华山这些人 我正好把那个 把凡瑞他们给挑了 对不对 中江说那去吧 结果让史静去了 史静去了 这不是凡瑞对手吗 打不过凡瑞 凡瑞会法术 完了这个就是公孙胜去了嘛 就把凡瑞打败了 把凡瑞一打败 凡瑞 凡瑞立马拜公孙胜为师 凡瑞变成公孙胜这一波的人 他拜公孙胜为师啊 公孙胜把他带上山 他那个时候是公孙胜 把他带上山的 收他的 你看 这个其他的好汉 都是宋江亲自收 宋江比如秦明 你比如什么 官圣被逮了 霍元卓 那宋江的善戒 赤退左右啊 把他松绑 小可是谁 山东宋江 没什么本事啊 犯言掏天大罪 你多多担待 是吧 我们也是没办法